之前我们报道过有一名女子在深圳地铁站的电梯里大变 不少观众都大呼不闻名 不过19号深圳地铁罗宝县保体站又出现了大变节 视频上显示的时间是早上6点51分 一名年纪大概为40岁左右的女子走到站台边 突然脱下裤子蹲在地上 右手拿着纸巾伸到臀部位置 十多秒后女子提起裤子起身小跑离开 留下一滩排泄物 整个视频长不到30秒 车站工作人员发现这种情况后马上进行了处理 而不少深圳市民对地铁里大变的行为就表示不理解 地铁大变足在各地平线 让地铁方很尴尬 让城市文明很受伤 早上人流量比较少 还没有乘客发现 如果是在平时高峰期发生这种情况给乘客看到了 那么乘客会这么想 对我们的地铁的影响很大 站长陈立峰告诉记者 现在深圳大部分的地铁站内都是有厕所 市民可以根据指引找到厕所 如果一时找不到厕所的话 车站站台站厅垂直电梯上都安装有求助按钮 可以寻求工作人员的紧急帮助 如果是老人和小孩 自控能力不够的 我们尚且觉得勉强可以原谅 一个成年人居然做出这样的行为 说到底是功德性的缺失